大家好,我是杰西 今天要继续跟大家看的是假式语气的第一条件句叫做first conditional 第一条件句是什么时候用呢? 当我们要讲的是未来 未来有可能会发生的事实是真的 这种时候你的if的条件句用的是现在简单式 你的主要子句用的是未来 就是你的主词后面加will再加动词的原型 好,那if这个副词子句呢 它跟when啊,before啊,after一样 它在表示未来的时候 它都会用现在简单式代替未来 所以其实它用的是现在简单式 但是它要表达的是未来 好,那这个时候你的主要子句 当然用的也就是未来咯 那我们看一下第一个例子 if it rains tomorrow,the concert will be cancelled 假如明天下雨的话 演唱会就会被取消 所以你看这边if的条件句 它跟run字 它是现在简单式 第三阵单式加s对不对 好,它是简单式 你的主要子句演唱会会被取消 好,will be cancelled 是被动 必动词加动词第三台 所以你这个will 后面加的是动词原型 b这样子 好,这边讲的是未来 那明天会不会下雨不太知道 可是假如在下雨的条件下的 演唱会就会被取消 好,第二个例子 if we hurry,will catch the bus 好,假如我们快一点的话 我们就可以赶上巴士 好,我这边有功课 东车时刻表 还有五分钟公车就要来了 假如我们快一点的话 我们就可以去赶上那个巴士 可是我们会不会很快就看啊 看大家 假如你拖拖拉拉就赶不上 类似这样 所以虽然这边没有很明显的未来的时间 但是你有看到那个 we will catch the bus 所以这边也要表达的就是未来 有可能会发生的事情 好,第三个例子 if it doesn't rain we'll have a picnic 假如不下雨的话 那我们就来野餐吧 have a picnic 叫做野餐 一样 你有时候不需要有未来的时间 你可以看上下文 还有看讲话的情境 还有看你的句子的时态 好,就知道 诶,这个是在讲未来 好,那我们 一样 它跟零条件就一样 好,或者所有的副词子句都一样 你的主要子句在前面的时候 就不需要逗号 好,那什么意思呢 我们看一下第四题 if I want to be on time I will have to leave early 好,假如想要准时的话 我就必须要怎么样 提早离开 好,所以像这个if子句 我们前面看到都是if子句在前面 对不对 所以你的主要子句会用逗号分开 当我把我的主要子句放到前面的时候 I will have to leave early if I want to be on time 好,这个时候我的if就 前面就拜托 一定不要逗号 不可以有逗号 好,会拿because after 这种放在中间的时候 前面请记得都不要逗号 为什么 因为你看到if 你就知道它是一个重续连接词 它后面就带一个子句了 所以就不要帮它加逗号了 好,那第一条件句还可以用来做什么呢 它可以用来提供协助跟建议 好,if you need a ticket I can get you one 你需要票的话没有问题 我可以帮你拿一张 我可以弄到一张 我神通广大 这样子 好,那你这时候有一个疑问了 那个will怎么不见了 好,在英文的话呢 这个部分主要子句的部分 你可以加情态助动词 像can啊 像should这种情态助动词 那will也是一个情态助动词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不会有will 好,你就是直接用can 那它的意思也是一样 代表着有未来的 假如你未来需要一张票的话 那我未来就可以帮你弄到一张票 这样子的意思 好,if you feel like seeing the sights we can take a bus tour 好,假如你轮到国外了 好,那你想要看景色 size就是景色 feel like就是想要 它后面加动词RNG 假如你想要看景色的话 那不然我们就去参加那个公车的那个 不是公车啦 巴士旅游 好,你去国外的话 常常会有那种day tour 好,一天来回的那种旅游 你就可以加入 好,跟不同的人 其实在澳洲的时候 去墨本玩的时候 就加入这种day tour 好,还蛮好玩的 又可以认识不同国家的人 好,所以这里的话 你就可以用can 它这边跟will的用法是一样的 好,这里还是一样 是表示未来 好,第一条件句 也可以用来用警告跟威胁 好,就是你要警告人家 假如怎么怎么样 就会发生什么事情 好,if you go on like this you'll make yourself ill 好,只要你继续这样的话 你就会让你自己生病 好像有一些人就是没有办法在 开车或在公车上那种 看手机的 好,有些人就会晕车 对不对 可是还是不听话 好,就是明明 开车的时候 好,你坐在后面 但是你看手机 你就是会晕车 但是你还是要看 好,这时候爸爸妈妈 可能就跟小孩讲 你继续这样的话 你就会让自己生病了 好,或者是说 小朋友可能做一些 不应该做我的事情 要吃很多啊 好,明明就是看到很好吃的东西 但是已经很饱了 孩子吃那就会生病了 好,类似这样 在警告的时候 还有那种威胁啊 if you don't apologize I'll never speak to you again 好,假如你不道歉的话 我就永远不会再跟你讲话了 好,所以你看到这边 if用的是现在简单式 他否定的话 就是用don't跟does 对不对 那后面的话 我将不会再跟你讲话 用的就是will 所以他可以用来当作警告跟威胁 好,所以他也有一般平常的用法 他也可以用来提供协助 好,警告、威胁 再来在剑甲活用于英语文法初级这本书里面 有讲到if跟when 好,那if的话呢 他是说某个状况下可能会发生 所以他是比较不确定的 if it's sunny tomorrow I'll go swimming 啊,一直下雨 假如明天出太阳的话 我就去游泳了 明天会不会出太阳 我也不知道 所以我到底会不会去游泳 不知道 if I take the bus I might be late 快来不及了 我大工程我有可能会迟到 这个mite就像刚刚讲的 跟will一样 你可以用mite 好 但是when的话 他就会是在一个某个状况 发生的时候 你才会去做什么事情 好 when it stops raining I'll go swimming 好 当雨停的时候 我就会去游泳了 所以跟刚刚那个假如 出太阳的话 是不太一样的 这个是很确定的 雨没有停我就不会去游泳 当雨停的时候 我就会去游泳 好 when I go shopping tonight I'll buy some milk 当我今天晚上去逛街的时候呢 去买东西的时候 我就会买一些牛奶 好 这边就不是假如 这边是比较一个确切的状况 好 这里是if跟when的用法的一个 不太相同的地方 好 那 假设第一条件句就讲到这边 那提醒一下跟刚刚上次讲过的 zero conditional 零条件句有什么差别呢 第一条件句是用来讲未来 好 未来有可能会发生的 可是我们昨天在讲零条件句的时候呢 指的是一个比较属于惯性的 好 现在在下雨 只要一下雨我家门口就会淹水 像这种的 好 有必然的 这个 它是一个惯性的 它是一个现在简单的 好 科学的 真理这种的 才会是用零条件句 好 讲未来的话 麻烦你就用第一条件句 好 那今天就讲到这边 等一下会讲翻译的练习 谢谢收看 拜拜 拜拜